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各位朋友好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 如何判断一只乌龟健不健康 那在乌龟要餵食前 我都会做泡水的动作 檢查它们的分辨的状况 因为你吃东西进去一定要消化 那亚达柏拉它本身是一个 消化系统很慢的一种乌龟 所以通常我餵食通常都是两、三天 才会餵食一次 然后在餵食前我都会先让它们 真的排便完毕之后 我才会做餵食的动作 然后其实一只乌龟的健康与否 你可以看它的 第一个它们要冒白线 白线就是所谓它的 生长味 然后看它的 乌龟的眼神 看像这只 活力食股 一直要挣脱 所以一只乌龟的健康与否 在取决它的活动力 然后还有就是看它的 腹部这边 腹甲这里 就是有没有硬 看这边白线的 冒白其实就是一个健康的个体 所以当乌龟要健康的时候 其实很简单的是 第一个看它的 乌龟的壳 有没有冒白线 所谓的生长味 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它的 它的颜色 有没有水亮亮 亮晶晶 然后接下来就是看它的 腹部 因为亚达伯拉本身 其实腹部越硬 表示越健康 然后 给大家参考一下 包括未来 大家想要去乌龟的时候 第一个一定就是要去分辨 看它是否健康 与否就取决于它的 龟壳 腹部 还有眼神 这三个要件 好 谢谢各位的观赏